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Oracle Next Week 专案管理相关的功能 今天呢,大约会分成这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专案总览 会稍微交解一下专案要怎么样去review它的进度 以及相关的资讯 第二个部分呢,则是透过专案的部分 我们会开立销售订单 第三个部分呢,则是实际执行专案 并且后续跟客户收款 首先呢,我们先进行第一个部分 就是专案总览的部分 在专案总览这个章节呢 大致上来讲,我们会分成这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先查询高阶仪表板 查询高阶仪表板之后呢 我们会去查核一下 目前在公司里面的专案有没有停工的状态 然后再透过专案仪表板 查询这个专案停工的原因是什么 那大部分专案停工的原因不外乎就是资源不足 所以接下来第四个步骤会带大家看一下 怎么样去执行稀缺资源重分配的工作 再来第五个部分就是 当我们把稀缺资源重分配 assign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重新执行这个专案 这时候再去看一下这个专案仪表板 你就可以发现到 整家公司目前已经没有专案停工的状态 首先接下来呢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高阶仪表板 当你用NASWE login进去之后呢 基本上他的首页都是高阶仪表板 在右上方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主要就是登录的角色 像这次的角色呢 就是专案经理Project Manager 这个人叫做Mark 那左上方的部分呢 你是可以放上公司的logo 或者是专案的logo 以示辨别 当然在这个仪表板里面 除了这些information之外 还有一些information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从左边开始看起 首先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recent record 就是最近的交易记录 NASWE会记载你过去执行的历史资讯 这样的目标是为了要方便各位去查找 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一排资讯呢 其实我们叫做manu tree 也就是说你要执行任何的工作 你都要登录这样的路径去做执行 当然你要记得说 比如说我要执行CRM 我就从CRM这个menu进去 如果我今天呢 是要打time sheet 或者是付钱申请费用 就从这个time and expense进去 那因为呢 要记载这些manu tree 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NASWE又提供了一个 所谓的快捷键功能 就是说当各位执行任何的报表 或者是功能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要透过这个manu tree 一层一层点进去 你可以直接点选这个short card 快捷键的功能 把这个功能呢 save在这个short card里面 那这样的好处是 未来当你要实行这样子的 一个工作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直接的去点选这个short card 把它点选出来 那另外呢 NASWE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是global search 就是global search的功能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知道 某一个专案的编号 或者是某个客户的名称 我只要在这个global search里面 打上这个project ID 或者是客户供应商名称 系统就会自动带我们去寻找 相关的记录资讯 那除了这些重要的information之外呢 这个线上的所有的这个ditchball 它都可以透过个人化的设定 去做设置 举例来讲 专案经理 他最想要看到的 可能就是想要知道 目前有没有专案有停工的状态 那目前呢 我整个专案大概赚了多少钱 有没有一些员工的这个time sheet 还没有经过专案经理核准等等 这些information对它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管理资讯放在首页 那同样的 那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登录的对象是一个CFO 那CFO最concern的可能就是现在目前银行的余额是多少 或者是我现在现行有哪些钱应收而未收 那我们可以依据这样的角色去界定每一个角色他个人化的视觉记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以专案经理Mark的角色去看这所有相关的资讯 首先呢Mark在看他高级仪表等的时候 他就发现有一个charges on hold 也就是说有一个停工的这个status 那这个停工的status大概有两万五千块 这时候我们点选进去 点选进去之后我们发现呢 这个两万五千块其实都是属于同一个案子的 这个是project1066 那专案的status是on hold 现在是停工的状态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知道进一步了解到这个专案为什么会停工呢 我们可以去点选这个专案的dashboard 点选完专案的dashboard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专案的360度分析 首先呢这边有一个project link 他把所有跟专案相关要记载的所有的交易记录呢 都放在这个快捷键里面 比如未来你要改专案的工作指派 或者是工作任务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去做执行 其次他也有秀出来整个专案的P&L的状况 获利能力的情况 当然也包含了这整个专案的KPI指标 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专案仪表板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专案的干特图 那当然在这个图表里面干特图是属于比较小的 如果未来你希望能够看到比较大的勘特图 你可以选择这个view full screen 这时候他就可以把干特图整个放大 让使用者参考 那甚至于说呢这边还有一个叫做highlight critical path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关键要记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的关键足境呢 就是已经有延迟的状况 可能会导致其他的专案也跟着延后 所以你可以把它公选出来 让相关的专案人员去做一个参考 那以下呢就是我们放大的干特图 在这张干特图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这条框框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专案的baseline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system integration的baseline 其实就是从2019年的5月13号 到2019年的6月16号左右 好这是我们的baseline 那针对这个专案底下会有很多的工作要进行 包括plan、config、trend等等这三个步骤 那从这张图表上你可以看到 原先的专案进度都安排得很好 可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从这个地方开始 也就是finalize integration plan的时候 你发现已经有专案delay的状况 那当然这样的专案的delay的状况 就会造成后续的延后专案执行的动作 那在整个专案的计划里面呢 各位也可以看到 其实在专案里面我们会assign 适当的resource进到这个专案里面去 那在这个专案里面你可以看到 在某一些task里面 其实它是有缺少人员的 举例来讲 在discuss integration point里面 technical consultant其实没有被适当的assign 相关的人员 在finalize integration plan下面呢 也欠缺了这个业务分析的角色 所以导致这个专案会有停工的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这个专案能够持续进行 我们可能就必须要把一些适当的角色 assign 进到这个专案里面去 那我们要怎么指派新的人员参与专案呢 这个动作就是在list custom project resource management 里面 它可以去做resource的分派 那首先呢各位就是点选这个resource allocation 好那举例来讲 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非常适合的技术顾问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选择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技术顾问是要进到哪一个专案 所以我们在这个客户专案编号里面 我们打上了原先的project 1066 再来我们要找到一个适当的resource 可是这个适当的resource 其实跟这个专案执行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已经把专案要执行的时间的started跟nit day放上去 也就是说在这段空档里面 哪一些人是有空的 好可是光是人有空还是不足够的 为什么呢 这个人必须要有符合这个专案的一些skill set 才可以被assign进来 所以呢在skill set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又点选了 这个技术人员必须要懂java的programming的这个功能 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再去做点选 那一旦select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符合时间符合skill set的人 总共只有三位 Alex George跟Kelly 那当中呢Alex是百分之百符合条件的 而且呢在这个所谓的资源分配的报表里面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他还区分了这个人员是来自于公司的员工还是外包商 然后甚至于说各位还可以download他们相关的CV 给专案经理做参考 那在这个图表里面我们已经知道Alex最适合 所以我们就选择select 这时候这个Alex就会被assign到这个专案里面去了 OK除了刚才透过所谓的project resource assignment之外呢 其实Oracle那次也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这个工作指派项目的入境 也就是说各位可以在project task里面直接去assign相关适合的人员 像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这个discuss integration point 因为刚才在官特图表中我们已经知道技术能力的人力是欠缺的 而我们在前面那张表页已经知道Alex是适合执行这个工作的 所以呢我们只要把这个technical consultant的名字直接换成Alex 这时候工作的指派任务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其实我们要更换人员是非常容易的 那当我们把所有相关的专案task都assign适合的人员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原先的project status把啊后改成in progress 也就是表示这个专案可以继续执行 当我们save完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用Mark的名字 直接进去看这个discuss alert 你就可以发现现在目前 整个公司专案停工的状态的金额是零 因为已经被我们activate生效了 以上呢就是第一个专案总览的部分 接下来呢我们很快的介绍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商机 那这个商机我们怎么样把它跟专案管理去做结合 最后再开立销售订单给我们的客户呢 好 那在这个章节里面呢我们大概会分成几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查询业务仪表板 这时候我们用的角色已经不再是专案经理 而是以一个业务员的角色去查询这个业务员本身的仪表板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未来呢 其实在Oracle Next Week里面提供了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他可以跟我们的网页去做结合 像有些客户会登录公司的官网 他可能查询了我们过去执行的相关的IT专案 他觉得非常的适合他公司导入 于是呢他就可以利用线上的联络我们的 这个online lead form 把相关的资料填进去 当客户填完这个online lead form之后呢 这个information会直接存到 Oracle Next Week的后台 这时候业务人员看到了这个online lead form 觉得很适合就会去跟客户联系 一旦联系上了 也确定这样子的一个客户可以转变成我们的商机 他就可以把lits直接转成opportunity 建立商机 在建立商机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assign适当的project template 把专案的工作assign进去 然后建立一个专案 最后activate整个opportunity 当我们成立了opportunity之后呢 系统允许我们可以透过opportunity 直接转成估价单 当然这个动作是一个optional的 如果有些公司不习惯用估价单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opportunity 直接转换成销售订单 那以下呢我们就会针对这八个步骤 一一去跟各位做说明 首先呢我们先以业务的角色 Saleswrap进来看目前的仪表版资讯 所以你可以发现 当我今天是用Saleswrap的角色 登进去的时候呢 我的dashboard已经跟刚才的 project management已经不太一样了 所以它可以针对不同的角色 设定自己的整个dashboard 好 那接下来呢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把线上潜客的资料 进行登录呢 首先呢各位可以在setup marketing online client phone里面去设定 这个所谓的online list form 这个online list form呢 其实你可以设定非常非常多种 不同的template 好那以下我们就是先稍微解释一下 有这三种 那这三种的格式呢分别是什么呢 可能大不外乎都是会放上这些资讯 包括了客户的名称 客户的公司 联络人的email 联络人的一些电话 以及联络方式等等 所以呢当你在系统里面 create了这个online的list form之后呢 它有一个external link 你可以把这个external link 跟你的官网去做一个结合 所以未来当客户在看我们官网资讯的时候 如果未来希望跟我们做进一步的沟通 它就可以点上联络我们 然后把它相关的information打进去 接下来这个leads 就会直接传送到oracle next week的后台 那我们先以第一个online list form为例 这个呢是一个名称叫做 Backer Service的公司 那它可能希望我们提供IT的服务 所以它就在这个form上面填好的资讯 按了submit键 于是呢当它submit完之后呢 这个leads其实就会直接传送到后台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客户的名称叫Backer Service 然后呢我们公司内部会自动assign 联系它的业务代表 这个业务代表叫mark 然后在业务的information里面 它会告诉我们 我们要跟这个 mbackeratdemo.com 这个email去做联系 于是呢我们的saleswrap 就会去跟相关的客户去做联系 那当客户在填写这个online list form的时候 本身系统呢也提供了一个email的message 会回复给客户 表示我们有收到客户登记的资讯 而且呢会很清楚的告诉他说 我们非常高兴你对我们公司的solution有兴趣 那我们呢会派相关的业务人员 尽快的跟你联系 就是回复这样的信 表示我们有收到客户的通知 那接下来下一步 当业务去拜访客户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很突兀 那如果说今天leads已经建立在我们的系统之后呢 业务人员就会去拜访客户 当拜访客户完之后 发现这个leads确实是可以变成我们的商机 我们就可以在系统里面操作这个动作 就是leads confirm opportunity 好那当你把这个leads转到商机的时候呢 他会把leads里面相关的information 包括像是业务代表 或者是客户名称等等 都会把它直接转到opportunity里面去 那opportunity里面我们需要敲些什么资料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敲专案的名称 因为我们可能要销售或者是提供某些服务给我们的客户 所以这时候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呢 因为我们提供的是IT service 所以我们在这边登打的就是system integration 然后接下来呢 通常opportunity呢 我们会给他一个status 那现在目前的status呢 就是我们需要跟客户进一步的去做scoping 所以我们这边就写了 需要进一步的去执行scoping的动作 通常你在这边update status之后呢 系统会自动assign后面的这个专案的执行的成功进度 比如说是40% 他会依据这个status的进度不同 而给予不同的status的percentage 那当然因为业务已经跟他初步联系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已经大概知道 我们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了 像这次的IT service呢 主要是在做system integration 但是我们不仅仅是提供老务 我们可能也要卖一些我们的商品给我们的客户 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我们提供的其实是network的switch 以及server 所以我们就把相关的item master data打进去 打进去之后呢 系统会自动带出来要销售给客户的价格 一个是4550一个是4000 所以很快就知道说 针对这个IT service 我们必须要提供这两个商品 这两个商品分别是4550跟4000 那再来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通常我们在执行这样IT专案的时候 不会只有提供两个硬体给客户 通常我们还需要提供相关的老务 而这些相关的老务 会有对应到不同的project task 那这些project task里面如果要一个一个键 其实对使用者来讲是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在系统里面呢 它允许各位可以先建一个所谓的project template 也就是专案的模板 如果说在过去我们已经在系统里面 把System Integration的专案模板 已经有一个基础的建设在里面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点选进来 那它就会把System Integration Template 里面的专案 task直接带入 你就不需要重新瞧 但是你带入的同时间呢 你又可以去做修改 抵律或者是新增 所以这对使用者来讲是非常方便的 再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呢 就是必须要告诉系统 我们这个专案要执行的 keep of date是什么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当我们assign了一个project template进去 通常project template里面 会有许多不同的project task 那这些project task 每一个task可能都会assign 它相关的执行的工作时间 举例来讲 这个project template的整个overall的时间 可能是要花一个月 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今天的kick of date是5月1号 系统就会以5月1号当做其实日 往后退30天 当做system的end date 也就是你专案执行是一个月的时间 那同样的 如果我这个system integration的template 其实是说做这个专案执行 必须要两个月 它会用5月1号当做其实点 往后加两个月 也就是6月30号当做是专案的截止点 所以它的目的是这样子 那当我们把这些建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save 这时候呢 其实system里面的opportunity 就算已经建立完成 那这时候我们再回到project manager的角度 为什么呢 因为业务已经把基本的这个相关的内容 告知带回公司内部了 但是如果今天这个专案要assign 适当的resource 要排专案的进度 通常不是业务人员有办法可以排定出来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违请专案经理 针对这个open的opportunity 做后续的资源的分排 以及工作内容的调整 那在这个专案经理的dashboard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呢 我们大概有58个open的opportunity 其中呢 这一个月的opportunity 总共已经只有一个 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建的那一个 那同样的 这个kpi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my opportunities to be scoped 就是我到底还有哪些opportunity 是需要去做scoping的呢 总共有五个 所以等会我们都可以看一下这个报表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open的opportunity 当你用游标点选在1这个地方呢 系统就会自动带出来 这一个案子是哪一个案子呢 这个opportunity number是1338 就是system integration 然后呢 服务的客户是backer service 期间是5月1号 那金额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 这个opportunity里面 敲的那两个item 加总的金额8550 那各位还记得吗 在我们敲的时候 我们把专案的status改成to be scope to be scope对应到的 进度是40% 所以这时候呢 系统就会拿8550 乘上40%的完工进度 得出来的3420 当作是未来这家公司 有可能带进来的focus revenue 所以他所有的这个focus revenue 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逻辑去计算的 那随着我们对客户的了解程度越来越高 我们的status就会做更新 一旦我们的status做更新之后呢 这个成功的成功率也就会提升 当成功率提升 我们的focus revenue就会更高 所以基本上都会有提供这样的报表 给相关的人员做参考 那刚才前一页也提到了 除了可以看到open的opportunities之外呢 他还有一个kpi 就是有哪一些opportunity 是需要被scope的 需要去做scoping的 那我们一点选那五个item之后呢 他就会告诉我们 目前有这五个专案 都需要做这个专案范围的厘清 那其中呢 最后一笔1338这个document number 就是我们刚刚建立的sister integration ok 好 那一样呢 当你点选这个ebit进去之后呢 其实你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修改 进一步的调整 因为所谓的my opportunity to be scoped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列了一个 所谓的template在上头 可是这个template毕竟不是最终 finalized的scoping 以及finalized的时程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pn进去做调整 好 那在这个所谓的project template里面呢 其实系统就有预设好几个template 那未来如果公司已经有一些 既有的专案的project template 各位也可以建进去 那同样的 如果你不知道要点选哪一个project template 是比较适合的 你可以点选这个栏位 去看目前系统里面有哪些 可以筛选的这个project template 那你一点选进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 哇 这边有将近十个不同类型的project template 可以点选 那我们这次点选的project template 其实就是这个 system integration的template 那如果你仔细往下看之后呢 你大概就知道 这个system integration的template 有哪些task 这边就是一开始叫做system integration 它下面的task有什么呢 有plan 有config 有train 当然在plan下面又有很多不同的 detail的project task 不同的专案任务 config下面也有不同的专案任务 train也有不同的专案任务 那就如同我们说的 通常我们在设这个project template的时候 我们已经会把执行每一个工作的时间 以及需要花费的工时填入进去 那系统它会自动assign 依照我们的project task的起始日 去分配 看最后执行的日期是到几月几号 就可以执行完成 那在project template里面呢 同样的我们已经知道project template之后呢 project template可以怎么样 直接透过project template create project 就是将这个专案模板 直接套用在新增的专案上 那相关的专案项目就不需要重新建立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复制这个专案项目之后 后续在于实际的情况做修改 所以当你选择create project之后呢 系统就会pop up这个information 它会要求你告知说 这个project是要为哪一个客户提供服务 所以我们就打上了baker service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一样 打上了这个专案的专案名称 叫做baker system integration 那当我们建立完成之后呢 系统就会pop up一个information 告诉你说 专案prj1275 这个project已经建立成功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project的名称 当然就如同刚才说的 这时候你就可以在里面 重新调整你的project task 或者调整你的duration 甚至于说estimated hourly work 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做调整 那当你如果选择这个overview的时候 基本上它就会按照project task的角度 一个一个列式出来 包括每一个task的起始日跟end的日期 那本身oracle next week 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overview的栏位 让大家去检视 所以当我今天把它选择是billing item的时候 它就会偏重在用角色的部分 让大家看一下 所以当我把它从overview改成billing item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分成了三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叫做development 就是技术开发 第二个呢叫做专案管理 第三个是trending 所以这三个是用不同的角色去界定的 所以它就把它identify出来 那当它identify出来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就以三个不同的角色 给予不同的这个working hour 还有可能相关的estimate cost 还有estimate revenue 然后最后到底GP是多少 都会估算出来 除此之外呢 因为我们在做charge billing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告诉系统 这些人员未来要用什么样的charge base去做 所以呢在这边billing type的部分 我们通常都会选择charge base 也就是说当实际上这个员工提供服务的时候 我们就会按照这个员工提供的服务去charge客户 那charge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用standard rate 通常来讲 未来呢提供员工的部分呢 员工的主导里面都会有一个standard rate card 也就是说举例来讲 比如说Alex他可能他的hourly rate是100块 所以呢他一个小时是800块之后 如果我们放了8小时 那就是8乘上100就是800块 所以当他在这个专案提供了8小时的服务 那就会charge800块给他的客户 当我们都把这样子的information设定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设好的专案 去跟我们opportunity整合在里面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把原先的这个opportunity叫出来 叫出来之后呢 在这边呢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就会把刚才新增的project assign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assign完之后呢 因为我们已经把专案已经调整完成了嘛 所以呢我们这时候 opportunity的status就会由 to be scoped 改成scoping complete 代表已经做完了整个的scoping study 那当我们把这个东西assign过去之后呢 系统就会自动把刚才我们在专案里面 需要未来要billing给客户的item 就是刚才我秀出来的这三个item partie management training 还有development 这三个item放在我们的sales tracker里面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在一个完整的一个专案体系里面 除了我们会提供客户硬体之外 我们也会提供专案管理的老务 开发的老务 以及教育训练的老务 当我们把这些都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save 这时商机就完成了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商机完成之后 这个钱也确实是客户应该要支付的部分 我们就会开立报价单 或者是销售订单给我们的客户 当然很多的客户 他并不会再重新开股价单 而是直接开立销售订单 这种方式都是两种都可 那在我们的案例里面 我们就把它简化了 我们直接就是把这个opportunity 转成销售订单 所以就直接在这个地方选择sales order 这时候呢 系统也很聪明 他就会把opportunity上面 所有相关的资讯 直接带到sales order去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转过来的sales order 他会把这些资讯都带过来 包括我们上面的 这五个不同的sales item 大家看一下如果都没问题 其实就可以save 那这样子这个销售订单就成立了 那当销售订单成立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已经知道说 我们除了提供这三种不同的服务类型给客户之外 其实我们还要提供两个不同的硬体 一个是switch 一个是server 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我们是把它设成drashiman 也就是说当我今天在开立销售订单的同时间 系统会自动产生两张PO去购买 server以及switch 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save完这个销售订单的时候 他就会同步成立 purchase order 当然这个部分也是财性的 就是说有些公司他会有自己 已经有自己的switch跟server的库存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状况的话 我们可以不要让他自动生成PO 而是让他扣仓库里的库存 那我们这个案例里面是用比较strap award的方式 所以当我成立销售订单的时候 我就会同时生成采购单 去做采购的动作 然后把这个payback ship out到客户端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第二个步骤 也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的商机 然后到成立这个商机的project task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project assign到sales order里面 开立一张销售订单 那既然销售订单也开立好 也寄给客户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一约去提供相关的服务 那在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会做哪几个动作呢 大概有分这七个步骤 首先第一个一样 还是一样 我们需要重新检视一下我们的专案 检视专案之后呢 接下来呢 因为已经跟客户签好约了嘛 所以呢我们就要真正的实际去指派 哪一些同仁要进这个专案提供服务 一般来讲我们在做opportunity 或者是sales order的时候 通常我们不会指派 特定的人员 为什么呢 因为还没办法确定这个专案什么时候会正式开工 那这边指的通常都是我已经接到客户的销售领 而且我已经确定几月几号开工了 所以这时候呢我就可以依照当时实际的状况 提供适当的resource进到这个专案 那当我把这些专案的人员assign进去之后呢 我一样就会再去review一些专案的status 看是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已经被assign完成了 接下来呢就直接的请这些人员提供相关的服务 那当人员在提供服务的时候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要填time card 所以在接下来第四个章节里面 我会稍微提到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有某个顾问真正去执行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在系统里面怎么样去执行这样子的输入工时的一个动作 那除了输入工时之外 当然一定不可避免的还会有一些专案的费用发生 所以在执行专案的时候 如果有费用报销的时候 要怎么报销 然后要怎么跟客户请款 也都在这个地方会做一个说明 当我们执行这个专案告一个段落之后呢 我们就会开始向客户请款 向客户请款跟客户收钱 然后最后呢 一样让各位看一下相关的报表 一下来我们慢慢的一一说明 首先呢 我们一样把我们的原先已经建好的project叫出来 就是这个PRJ1275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去叫 其实也很简单 你就在Global Search这个地方 打上PRJ1275 然后去点Search 这个专案就会自动跑出来了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完整的专案 然后这个完整的专案呢 一样它会有很多的Task 我们以Overview的这个Status 去看这个专案执行的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包括了 专案的起始日 End Day 然后还有相关的人员要提供的公式 那一样好 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甘特图 看一下这些资源的直派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结果呢 我们一看到这个detail的这个甘特图之后呢 它已经把所有相关要执行的工作展开来了 那当展开来之后 你会发现呢 这边呢 都只有角色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做这个Baker System Integration的工作呢 它总共需要三个不同的角色 第一个角色是什么呢 Project Manager 也就是专案经理 第二个呢 叫做BA 就是业务分析师 那第三个呢 就是Consultant 就是顾问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专案里面 我们需要三种角色 顾问专案经理跟业务分析师 所以接下来就是又回到我们最原始的 我们必须要Besign一个适当的人民去执行这个工作 那除了这个Besign人民去执行这些工作之外呢 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可能后续会发现有一些费用是必须 放在专案里面的 那这个费用也可能是要Bill to Customer 因为是时报时销 比如说像是这个顾问的差旅费等等 那所以我们就先预估一下 这个相关的Budget大概有多少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可能系统允许你 你可以针对每一个月每个月 自己敲可能的费用 系统会帮你加总 那如果说你并不知道说 每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 你只知道大约总额要花多少钱 你就打在总额 那系统会按照这个专案的期间 自动帮你除算 平均分配到各个缘分 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金额也assign进去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assign 相关的resource 一样 这就是刚才一样的 我们进入了某一个task 那进入到某一个task之后呢 我们就会知道这个task 其实需要的是PA 这个task需要consultant 可能也需要trainer 也需要BA 那于是呢 我们就用前面的 project resource management的功能 找到适合的人员 然后把人assign进去 所以在这个专案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 PM的部分我们是找了Mark consultant的部分 我们找了Abi 那trainer的部分 其实就看我们那时候 新进的人员是谁 或者是哪个人有空 可以进来学习 我们可能还没办法先assign 那再来就是 BA的部分 我们目前是assign了Alex 所以我们就针对每一个task 一一进去指派相关的人员 指派完成之后 一样按save 相关的人员就算是指派完成了 那指派完成之后呢 当然这些员工就会依照 专案的进度 进去提供服务 去执行专案 那执行专案的过程当中 当然对于员工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 公时填报到这个专案里面去 那怎么去填报公时呢 就是在这个transaction impro e weekly timeshi里面 那你一点简进去之后呢 我们以Abi为例 这个就是很简单 就是以后每个礼拜 相对应的这些专案的人员 专案的成员都必须要填 weekly report 他必须要告知公司 我在这个星期里面 到底执行了哪些专案 花了多少时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前面呢就是告诉你 这是哪一个员工的task 然后接下来呢 在填胎式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告诉他是哪一个专案 所以通常员工在做哪些专案 他都会知道嘛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点选下来 如果不知道的话 其实他也可以下拉键 选到适合的专案 然后呢在执行这个专案的过程当中呢 同样的你要告诉他 我是执行这个专案中的哪一个task 比如说我是在执行baker service 这个专案里面的discuss integration point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的5月3号是花了8小时 5月4号呢是花了4小时 然后呢一样 在这个project baker service里面 在finalize integration plan里面呢 我也提供了服务 这时候呢我在3月5号的时候呢 5月5号的时候呢 提供了8小时的服务 5月6号的时候呢 也提供了8小时的服务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total在这个专案里面 我总共执行 针对这两个task 我执行了28个小时 那各位可能会很好奇说 怎么这个item只填了4个小时 为什么不是8个小时呢 因为往往实际上一个员工 可能会被assign多个专案 所以有可能剩下的半天 他可能是去做了其他的专案 所以他就会去填报到 其他的专案公式里面去了 当我把这些公式 全部都填报完成之后呢 我就按submit 这时候呢 系统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公式已经填报完成了 然后呢 他进一步需要后面的专案经理 去做approval 那在所有的这些approval流程里面 在系统里面都可以收过flow 我们可以给适当的专案经理 或者是适当的CFO或会计人员 去做什么的动作 那我们填报完工时之后 当然这个相关的资料 就到PA那里去了 然后接下来呢 一样AB还是发生了相对性的一些费用 所以他要申报费用 这时候申报费用怎么做呢 就是在transaction in proe enter expense report下面 那我想这个跟我们平常输入 一般的费用性报销账的系统是一样的 基本上就是打上费用发生的日期 还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就是打上这个 日期然后相关发生的这个费用的item 还有相关的金额 最后再按save 这个费用就已经发生了 然后会送到后续的财块主管那边去approve 那通常来讲 当你做完approve的动作之后呢 就会产生相关的会计分度 像以刚才的费用账为例 他就会产生借某某费用借某某费用 byapp的这样子的一个会计分路产生 那所有的会计分路跟我们在系统上执行的动作是 realtime连接在一起的 好 那现在看起来我们已经把专案create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相关的劳务 公司也敲进去了 费用也申请了 好 接下来我们可能接下来到的下一个步骤 就是向客户请款 那一样哦 如同刚才我说的 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 要开立哪一张销售订单的请款作业 怎么办呢 好 我们一样把我们的project打上去 好 我们知道project代号是1275 然后按search 这时候就会跑出来project1275这个item 你只要点选下去 它就会自动把你link到这个project里面了 那在Nestway里面 所有的transaction 它都有相互连接的link 因为我们是透过这张 这个专案 然后这个专案产生的opportunity 然后这个opportunity后续又产生了销售订单 那这些所有的record都是互相串联的 那我们怎么去找这个串联的关系呢 就是在这个销售订单 在这个专案里面的relatedrecord下 你一旦点选relatedrecord 然后再去点选这个所谓的transaction 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说 这一个专案里面的销售订单是哪一笔 其实就是这个2424这一笔 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 4笔2420销售订单 那你可以点选这个edit 然后就可以直接在这张销售订单里面 开立发票 跟客户勤快 那如果说你也不想这么麻烦 一笔笔去找呢 其实呢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 我们可以针对各位常用的kpi 或者针对常用的一些transaction 放置快捷键 或者是放置一些reminder 让你很快的去查找 像在这个dashboard里面 我们就列了一个销售订单需要开立发票的 有哪一些 那目前来讲 系统里面有104笔销售订单都还没开立发票 所以当你一点选进去的时候呢 系统就会把所有销售订单 但是还没开立发票的清单全部列出来 好总共有100多笔 那100多笔其实查找起来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呢 这边又给了你一个criteria 如果你不想看到所有的客户 你可以指定客户的名称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缩小开立发票的范围 像我们这个案例的客户呢 其实就是backer service 于是我们就打上了backer service 当你一点选了backer service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104笔里面总共只有一笔 是跟backer service有关 好就是我们5月1号开立的这一笔 好那如果要开立发票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不要看detail的information 你就直接打勾 按summit 这个invoice就开出去了 那如果说你想要看一下细节的话 你可以点选这个invoice 他就会直接带你去这个里面 让你看到相关清单的资讯 好那一旦submit之后呢 系统就会给你一个in progress 就是表示他在后端去执行了 好那当他执行完成之后 status会自动变成是一个complete status 好那一样你点选这个complete 他就会告诉你执行的相关的发票纪录 好那这张发票呢 其实号码是0907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 你会发现说他就是针对了 我们里面的销售项目 开立了相关的发票给我们的客户 那甚至于说你也可以在这个表单里面去列印相关发票的单据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列印出来 那这个formate格式是标准的 那未来可以依照各个公司不同而去做修改 那既然我们是built to customer 所以呢相关的分路呢也会自动产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相关的分路就是包括了借印收 代销售收入 那以上呢大概就是我们整个end to end的 这个project的scenario 那接下来呢本身在系统里面呢 也提供了很多的专案管理报表 小工使用者去做参考 你可以看到比如说 如果我今天一样我是运用这个高阶仪标板 它上面就会有所谓的open project 你只要点选这个open project 它就会list down所有open的project 让你看到 那在这个open project里面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project的名称project的代号 然后呢专案经理的名字 那这个专案可能预计要执行多少工作 目前实际执行了多少工作 你可以看到这个实际执行的28个小时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前面做的example 就是Abby她挑了28个小时的工时 然后呢目前来讲呢大概是完成了14% 那这14%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你可以再点选这个project进来 你就会发现呢它会把这个每个item都列出来 然后呢这就是实际的工时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敲time sheet的资讯 一个是12小时 一个是16小时 那12个小时对应到28小时 这个task就是完工了42.9% 那finalize integration plan呢 总共需要32个小时 那我敲time sheet的时候已经打了16个小时 因为其他的人还没敲time sheet嘛 所以呢在这个task里面呢 就是完成了50% OK 那因为它这个percentage 其实是完工的percentage堆叠上去的 所以你会发现在plan这个里面呢 总共统统是64小时 我们只做了28个小时 所以呢完工的程度就是43.8 然后再往上延伸呢 整个overall的system integration 总共需要200个小时 那一样实际的工时是28小时 所以呢我们就是完工了14% 所以呢透过这样的报表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每个task现在目前的完工程度 那除了可以看到 每个task完工的程度之外呢 一样它会产生一些基本的专案管理的比较报表 举例来讲像这一张就是常用的专案成本比较表 它会比较你的预算数跟实际数 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的案例是1275 那budget就是原先针对每一个人工去呈上它的budget rate 得出来的一个budget cost 那actual的部分呢 就是实际上你打入工时之后去呈算出来的金额 所以你可以清楚的比较目前我的budget cost跟我的actual cost 中间有没有差异 然后可能会不会有利差异或者是不利的差异 那因为这个专案呢会执行两个月 所以你会发现它就是秀出来五月跟六月的部分 那六月的部分呢你可以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已经填包了工时 也会秀在这个里面 那除了可以做一些专案基本的actual compliance比较表之外 它也可以做所谓相关的这个专案获利分析表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是专案获利分析表的汇总表 那汇总表的部分它是把所有在这家公司里面 所有的专案都列出出来 然后呢它可以针对每一个专案里面的actual cost跟budget cost 去做个比较 然后甚至于说actual revenue跟budget revenue也做个比较 然后会跑出来这个专案的profit跟margin的percentage OK这是汇总表的部分 那除了汇总表之外呢 其实专案获利分析表也可以讲出明细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明细呢 就是在这个专案里面产生的每一个细部的transaction 好比如说我申报了多少费用 我申报了多少的time card 然后我买了多少的这个材料等等 或者是买了什么设备都可以记载在这个里面 可以一一的bread down 那如果说你对于这些内容有疑虑的话呢 其实一样你只要点选这个金额 它就会直接link到你真正原始的那张单级 所以都非常容易查账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专案管理相关的功能 谢谢